星云大师说,什么最难,借钱,肯借钱给你的人,一定是你的贵人,不仅肯借,而且连个借条都不让你打的人,一定是你贵人中的贵人。 如今,这样的贵人不多,遇到了,必须珍惜一辈子,在你困难时借钱给你的人,不是因为人家钱多,而是因为在你遇到困难时想拉你一把,借给你的也不是钱,而是信心,是信任,是激励,是对你能力的认可,是给你的未来投资。 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见他诚信二字,实习乃是人生中最大的破产,望珍重,忠实的朋友是一辈子的财富。 同时,请你记住,喜欢主动买单的人,不是因为人傻钱多,而是把友情看得比金钱重要,合作是愿意让利的人,不是因为问,而是知道分享,工作是愿意主动度干的人,不是因为傻,而是懂得责任。 吵架好先道歉的人,不是因为错,而是懂得珍惜,愿意帮你的人,不是欠你什么,而是把你当真朋友,别人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,没什么理所当然,有多少人护设了这简单的道理,又有多少人觉得理所当然,更有些人自作聪明,甚至耍无辣嘴脸。 这种人,早晚淡出人们的视线,真诚的人,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心里,虚伪的人,走着走着就淡出了视线。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,那么人和人的相处,靠的则就是一份真诚和信誉。 你想做个什么类型的人,值得每个人深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